大家好,歡迎來到《奪星2》系列《通識名詩教室》 在這條影片,我會為大家拆解政策分析題,一些常用的衡量準則 如果大家有書本,可以打開書本的第81版 過往DSE其實都經常會出這個題型 曾經考過的題文字眼包括 政府應否立法禁止某些行為 又或者曾經問過 政府應否透過經濟誘因達至某些目的 甚至笼統地問 政府應否推行措施達至某些目的 當大家見到類似這些題眼 其實我們就要用一些準則去分析 令到我們的答案更加具體 更加多角度,亦都更加有說服力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衡量準則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將這些準則分成為三個類別 包括是需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所謂需要性 其實我們就分析著政策本身為何是這麼需要的 通常政府推出某些措施 前提就有一個社會問題在 當社會問題愈愈嚴重、廣泛 甚至有一個惡化的趨勢 迫切性愈來愈高的話 政府就有更大的理由 要去推行某些措施去回應或者舒緩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獨特性 所謂獨特性 其實就是講這個措施的特質 一些特別的地方 而其他方案其實是沒有這個特質的 替代不了它 當那些措施只有它有那個獨特性在 所以政府就有理由去推出這個措施 去改善某個問題 跟著就是合理性 所謂合理性 其實我們是很多時候講一些持份者的功能或者責任 特別是講一些政府的責任 因為政策很多時候都是由政府去推出的 如果我們覺得政府有一個責任是要 滿足到社會的訴求 維護到社會的核心價值、公眾利益 甚至是確保我們的資源分配是用得其所的話 政府就要做某些決定 或者落實某些政策 去體現到政府是有這個責任的了 下一個就是可行性 所謂可行性 我們就是分析著 究竟在政策落實的過程 會不會遇到一些阻力 究竟可行性是高還是低 我們一講可行性 其實我們還可以分析 究竟是政治還是技術方面 所謂政治 其實就是講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 不同的人士 對於這個政策的取態 如果這個政策本身 認受性很高 得到社會廣泛的共識 行政立法關係也都是良好 很容易就能夠通過這個政策 我們就會說政治的可行性很高 除了人的支持 還會有技術的配合才行 所以去到下一個進周 你就會看到 譬如 政府究竟是否有足夠的人力 物力 配套 去支持這個政策的落實 如果我們說政府 是有財政的能力 科技的資源都很足夠 甚至執法的難度不是很高 也有充足的人力的配套 所以技術可行性是高的 去到最後就是有效性 所謂有效性 其實我們就是分析 這個政策的推行 是否能夠有效去應對 去舒緩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再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為什麼有效 第一個我們會看它的針對性 如果政策能夠 適切性地去針對到問題的核心 對焦到問題的所在 我們就會說針對性高 所以就能夠有效去解決這個問題 下一個就是講阻嚇性 用這個準則 很多時候要牽涉到 一些立法的層面 例如是立法禁止某些行為 因為立法禁止本身是有一個刑責的 有一個刑罰的阻嚇性 有法律的約束力 所以很容易就規範到 事為的行為 因為有阻嚇性 所以有效性相對都會較高 下一個就是根治性 我們嘗試去分析 這個政策 會不會是同時間 治標又治本 可以完全徹底地去改變某個問題 如果能夠徹底性地改變某個問題 我們就說根治性很高 所以有效 下一個就是時效性 所謂時效性 所以我們還可以分長期和短期 譬如有時某個問題 迫切性很高 用回剛才 問題很廣泛 迫切性很高 如果這個政策 可以帶來一些即時的影響 立竿見影的果效的話 那你就會說有效 但反過來 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夠一時三可以解決的 如果某些政策 可以帶來一些長期的效果 帶來一些長遠的好處 甚至一些可持續的好處的話 那你都可以說是有效的 不過就是長遠有效 接著就是覆蓋性 所謂覆蓋性 其實我們在說的是 政策所涵蓋的對象 受惠對象的多寡 如果政策本身是一些經濟誘因 而受惠對象很多的話 那你就說有效 反過來 如果一些政策可能是規範人的行為 如果它規範的對象是多的 政策可以帶來一些廣泛性的影響 那你都可以說是有效的 下一個就是成本效益 所謂成本效益就是 當如果你能夠用到 比較少的成本 但帶來很高的效益 那當然就是有效 而到最後就是延伸影響 所謂延伸影響就是 這個政策落實了 會不會去到之後 有一些其他的好處 但是同一時間 會不會有一些反效果 或者是代價 簡單來說 譬如有時候 立法規管某些人的行為 可能會有一些額外的好處 可能樹立到一些正面的社會的價值觀 甚至有一個教法的作用 但同一時間 立法規管某些人的行為 可能就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反效果 被市民質疑政府 在干預人的自由之類 所以代價大 當代價很大 反效果很大的話 這個政策就未必很適切去推行 我這裡綜合了不同的準則 運用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你的答題裡 去領略到 甚至是應用出來